桃花灼灼 恍若朝霞 在春天里 桃花是一抹亮丽的色彩 在全国早熟桃主产区之一的 湖北孝桿市孝昌县 眼下当地的八万多亩桃树 已经进入了盛花期 桃花一簇开无主 可爱生红 爱浅红 现在我身边的这些桃花正在绽放 而且在湖北孝桿的桃园当中 这里的桃树品种多达76种 桃花也是有粉红 艳红 各式各样的 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这里 踏春赏花 这里风景好 空气好 桃花盛开 在这个桃花盛开的地方 别提有多高兴了 我每年都会来这里赏桃花 这里的花开得非常的好看 香气也非常的迷人 令人赏心悦目 因湖北孝桿孝昌县 多为黄棕壤土 气候温和 日照充足 适宜桃树生长 因此这里一直有种桃的传统 如今通过与湖北省农科院 华中农业大学等高校 科研院所开展合作 选育了盘桃 黄桃等76个名优新品种 不同品种的桃树 呈现出不同的花形与花色 开花的时间也略有区别 最早开花的是三月上行的油盘桃 强微型的红色花 毛盘桃凝形的粉色花 雪桃强微型的粉白花 同时我们的黄桃呈现红色的大花 冬桃呢又是粉色的小花 我们同时还有雪红色的虫瓣看桃花 浅红色的菊花桃 以及粉色的虫瓣看桃 把整个光花周期 拉传到三个星期以上 一个多月后 桃树就能挂果采摘 当下果农们正在抢抓农石 在桃树间开展绿色飞房 铺仿草地磨 树枝树花等作业 农技人员也前来指导 与当地的农户 携手为桃树挂果保驾护航 走进这个产业一线 研究更有针对性的 这种精准防控的一个策略 保证我们的食品熏陶 能够优质高厂 在现代农业科技的加持下 校昌已经实现 一季赏花三季品桃 据介绍当地每年 吸引游客30万人次 2023年全产业链 综合产值16亿元 2024年有望达到18亿元